今天我们接着讲 粤北山区林场那个故事的系列 想听前文的片尾画面有链接 这个系列的故事 后续可能会单独列一个播放列表 以便大家查找 没听过前面的故事也不要紧 每个故事都是单独的 故事里面人物姓名是我改的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也不要去猜 单个故事听就好 故事三 禁律窟 花下绵延数千载 文化绚里多姿 但要说糟粕也是数之不尽 这其中刑法的花样被出 在世界上也无出其右 行 分为官刑和私刑 两者同时存在互相交织 今天我就来讲讲 就是相间的一种私刑禁律窟 说起禁律窟 还要先说说刘总 听过前一集故事的朋友应该知道 刘总是我要好的朋友 刘总阻急刻度这么一说 懂的人自然懂是什么地方 去年中原节前 刘总从深圳回家乡省亲 因为有事耽搁 家人先走 处理完事情后 又觉得路途遥远没个办 于是邀请我跟他一起 而我与刘总的家人也很熟络 当时又正好有一段闲暇 于是也就当作散心了 到刘总家乡的时候 他家乡刚好出了一件新闻 说的是一个乡间少年 在一处壁潭前游时 竟发现人的骸骨 已经之下立即上案报警 等警察赶到后 安排了专业人员下水 这才发现事情超出了原本的想象 过来支援的公安潜水中队 竟在潭底发现了整整18具骸骨 且每一具骸骨都有铁骑附所 好在是潜水的人见多识广 一见之下便知 这不是当代的遗骸 于是上案报告后 警察又通过文化部门 调来了水下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 调来的水下考古研究员姓陈 40岁左右的年纪 但人很显老 大家都叫他老陈 因为跟刘总家族有点带亲 所以晚上被留下一起喝酒 老陈比较健谈 寻酒过半 便说起了他在水底所见 老陈说 干他们这行的 经常能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当初带他入行的师傅 偶尔也会说些 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 师傅曾经说过 有一种行脏法叫做禁绿枯 但没有人见过实例 而今天 他就在水里见到了 原来老陈 在水下见到十几副骸骨 每一副都被铁环 从锁骨 颓骨覆锁 通常考古研究者 认为这就是禁猪笼 但按照师傅所说 今天见到的禁绿枯 却比禁猪笼阴毒的多 首先禁猪笼 不过是使用猪笼 加以十块将人陈堂 但禁猪笼将人陈下 被臣之人将死为死奸 极易生出怨气 冤魂不散 为祸相礼 到了明中期 不知哪派邪门秘法 柔合了道法中的疯魂术 发明了禁绿枯 禁绿枯常用于相礼足间 被认为难道女昌之人 施法者用铁环 将被施法人锁骨 腿骨勾住 然后附所于坛间 向上吊起 先施以水行 后再百般折磨 如此往复 被施法之人求生不得 只求宿死 当被施法人只剩求死之心 哀告数日 再行陈堂 阴律属阴 水亦属阴 求死之言 又为被施术者自言哀告 其三魂七魄 几北风于坛地 怨气不会外泄 只能游荡于坛中 永世不得嘲声 故事四 娶姑娘 树林事件第二天 我们先是送走了 泥岛人 返回林场后 我又在刘总的林场 逗留了几天 虽然前面发生的事情 说不上来的诡异 但好在剩下的假期 过得轻松愉快 几天后 我向刘总告辞回到深圳 稍加休整就听说 一位朋友从国外回来 这个朋友 就是在树林事件中 我咨询的那个修道的朋友 听说他一回到深圳 我就去了他家里 本来是想跟他说一说 树林事件的结果 但是一见到他 我就大吃一惊 他脸色蜡黄 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 顺着树林的话题 我们聊了起来 他就跟我说了 这段时间 他在东南亚的遭遇 我这个朋友姓张 是名道士 外面的信众 都叫他张真人 而我因为跟他熟络的缘故 直呼他为道长 张道长说 他们这一道脉 是属于龙虎山的支脉 与龙虎山不同的是 鲸鎮阵法 解放前夕 这一脉的很多同门 出于对局势的担忧 远走东南亚 初期他们 还与大陆有些联系 但后来的各种运动 使得联系突然中断 八十年代后期 开放一时 国家大门又骤然打开 原来远走东南亚的那一脉 开始寻根问祖 这样逐渐又建立起了联系 远走的这一脉 虽然继承了一些道法 但远没有留在大陆的 这一支正宗 他们远走他乡后 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存技能 所以只能重操就业 在东南亚替人占卜问卦 正轨辟邪 与大陆这一支 建立起联系后 他们逐渐担当起 终结人的角色 东南亚的华侨们信这个 又出得起价钱 张道长这次去东南亚 就是东南亚的同门 遇到了十分棘手的事情 解决不了 所以请他出马 到了地方 张道长才知道 委托之人也是华侨 姓邓 算起来 已经是在东南亚的第三代了 邓氏家族 是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家族 大到如果我说出 这掌舵人的名字 大家十有七八听说过他 邓氏家族 甚至垄断这个东南亚国家的 几个经济命脉 经营范围也是设计地产 金融和石油等诸多种类 当然 邓氏家族的实力 不只显现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他们也有相当的话语权 这种政治上话语权 甚至能够影响到 国家政策的制定 为了不引起麻烦 我在故事里把施主 也就是邓氏家族的掌舵人 称为邓董 邓董祖籍是福建 虽然一居东南亚三代 但是家乡的传统 保留得非常完整 甚至有些现在 已经在国内消失的传统 在他们家族仍有延续 邓董是家族的长子长孙 今年38岁 几年前原本有个订过婚 但为成亲的未婚妻 哪想到 成亲前却因为交通事故 意外身亡 这位亡去的姑娘 也是华侨 家族势力与邓氏家族 不相上下 因为名字单字一个藩子 所以又被叫做藩姑娘 邓董与藩姑娘 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轻为竹马 感情极深 所以藩姑娘过世几年里 邓董都走不出 同事爱人的阴影 但邓董毕竟是家里的 长子长孙 是要继承家产的 不可能一直单身 况且 华人传统就是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于是 在家族的开导下 没有过几年 婚事就又张罗起来 新娶的媳妇 虽然跟邓董家族比 算是小门小户 但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 且也是阻击福建的华侨家庭 于是双方协议 婚礼的礼仪 完全按照福建相见的做法 加上一个娶姑娘的仪式 娶姑娘 是福建相见的传统习俗 是说 凡是定过亲切又为成亲的女子死伤 其未婚夫 在迎娶新人进门前 应该先迎娶死者神主回家 举行神主仪式 然后再娶新人 俗称先娶鬼 后娶妻 鬼妻为正事 新人做偏方 否则鬼妻作祟 会弄死新人 所以 凡此情况 当事人无不十分谨慎行事 这实际上是一种冥婚的行事 就算是现在 在福建相间 或者是台湾 仍然有流传 具体要施法 大抵是未婚妻亡故 男家在已婚娶 当递婚之日起 以一黑轿子 迎娶姑娘排位 以一红角接新人 所谓两人为大姐 二姐 一生一世 宛如姐妹 进入男家 新郎先接姑娘排位 再出门迎娶新妇 男方将姑娘名字 记载在祖宗世代灵位上 永共相伙 以姑娘为正事 以新妇为二方 这是对已有婚约者 此外未有订婚而死的 叫做人娶鬼 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这是另一种情形 与本故事无关 所以不再容束 迎娶新人时 婚礼现场一切都是顺利 但是到了晚上 同房的时候 却出事了 新人在卧室同房 厨房的锅碗瓢盆 却乒乒乓乓乓地 掉落到地上 一开始 新人还以为 有人在闹洞房 也没在意 就起身去找 但厨房里空空如也 这就奇怪了 新人就让佣人 把锅碗瓢盆 收拾妥当 然后又回到卧室 刚刚灌了灯 厨房里又传来 乒乒乓乓乓乓乓的声音 正是家族平时 很注意安保 所以家庭里设备很齐全 厨房里装了 红外线监控 这样一闹 新人也没了睡意 叫来负责安保的人 调出视频 一看之下 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在监控探头下 只见厨房里的锅碗瓢盆 像是有一种 无形的力量推动一样 一点一点的 从操作台上 被推到地下 当天晚上 邓氏家族 就找了有名的师傅 过来看 第一个师傅说是进了邪物 说着就要贴符咒验阵 结果黄符还没有贴上去 就听见啪啪的两声 那个法师竟然被 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扇了两个耳光 后来又请到一位法师 说是姑娘生了吉星 冤魂作怪 于是用了观落音 去找冤魂谈 但一做法 才惊奇地发现 阴山上竟然找不到 藩姑娘的怨魂 就这样 反反复复地闹腾了一段时间 邓董找到了张道长这一脉 在东南亚同门 张道长的同门一听 觉得很棘手 于是介绍了张道长过去 张道长过去一看 心智蹊跷 于是先摆了个道场 拒了藩姑娘魂魄 打算一问究竟 这才知道 害死藩姑娘的交通事故 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被巫师设法所害 藩姑娘本是大好的青春 却落得这般下场惨死 虽然心生怨恨 但与未婚夫 自小轻为竹马 两情相悦 且新人结婚 竟然把自己当作神主 迎娶回家作为正事 一腔怨气 早已化为遗憾 但那巫师不知用了什么写法 竟然使得她成为游魂野鬼 不得超生 本来迎娶姑娘后 藩姑娘有了名正言顺的主家供奉祭祀 巫师法术自破 但偶然间 藩姑娘的游魂知道 那巫师害她是友人指使 目的是不想让藩姑娘的家族和邓氏家族联姻 背后指使的人 正是两大家族在东南亚的竞争者 这个躲在幕后的家族 为了避免其余两大家族联姻 改变三族鼎立的格局 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竟暗地里请人做法 而藩姑娘一旦去投胎转世 那么这些阴谋再也无人知晓 她既担心自己的家族 又担心自己的未婚夫邓董 于是用了鬼灵之力 引得高人出来 告一相亲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道长就知道复杂了 但收人钱财 必须要将实情相告 于是他把事情缘由这么一说 两大家族就愤怒了 只是这事涉及到神鬼之说 全无证据 于是两大家族当时就须以众诺 希望张道长能够斗垮那个巫师 也算是对死去的亡灵有个交代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出马必善事善终 张道长一狠心就答应下来 那巫师也是当时高人 虽然最后张道长胜了 但只能算是惨胜 急折的阳寿又损阴德 事情一结束 就赶紧返回深圳修养条理 至于二者斗法细节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故事五 红肚兜 这个故事发生在去年 我有一个认识了快二十年的老友 祖籍是山东问上的 他们那里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就是新出生的婴儿百日之前 要戴红肚兜 这个红肚兜 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又不一样 他们戴的红肚兜 是流传下来的 新生儿戴红肚兜百日之后 要把红肚兜收起 如果别家再有新生儿 则再传给新的小孩 一个红肚兜 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流传很久 据说是因为小孩心智未开 容易给古灵精怪迷了去 而如果一件红肚兜 在很多新生儿身上流传 则戴上就可以辟邪 一个红肚兜流传的时间越久 戴过的新生儿越多 功效越强大 我的这个朋友 去年喜得贵子 他虽然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但思想却非常的传统 凡事都照足了老家的规矩 他小孩出生之后 就让老家人快递了一个 在他们村里流传了很久的 红肚兜过来 小孩子的大名就不提了 犯忌讳就叫他小宝吧 收到红肚兜之后 我这个朋友就给小宝戴上 可是没几天就遇上了麻烦 开始的时候小宝会突然咯咯笑 因为小孩笑起来 确实又萌又可爱 开始家里的大人还挺高兴的 但后来就发现不对了 因为家里的大人发现 小宝笑的时候 眼睛到处乱转 大家都知道 新生儿失误和追悟的能力较差 眼神通常不可能做到那么灵活的 况且小宝在一边看一边笑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说不上来的诡异 家里的大人最初以为 是小宝的视觉神经发育有问题 于是到医院去用眼魔镜剪影 验影验光 结果都没查出问题来 之后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 有时小宝晚上睡着觉都突然笑醒 大人看去的时候 眼睛是睁开着 滴溜溜乱转的 我这朋友虽然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但也不古板 把时间往回一推 小宝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 正是戴上红肚兜的那几天 就想到了是不是红肚兜的问题 于是就找到了我 想听听我的建议 给我电话的时候 我正好和一个河西派的师傅在一起 于是就答应帮他问问 挂了电话之后 我就向身边的河西派师傅 说起这件事 这师傅一听 就轻轻地笑出声来 说这事问他 算是问对人了 他们河西派有一种法器 叫做百纳腐膜医 河西派认为 这世间万物 唯有人的阳气 最重 如果能齐手讨得百个活人身上的布 做成百纳医 则是百无禁忌万邪屈毙 所以这种法器又欢作戒阳衣 这和我所说的红肚兜 却有一曲同工之妙 如我所说的这种情景 必是那待过红肚兜的某一个小孩 过了百日 但未满周遂夭折 未成型的灵体附在红肚兜上 而新生的新闻未必 心智不熟 很容易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觉得他在笑 其实他可能正在跟什么灵体在玩 我忙问怎么办 这和西派的师傅说 倒是好办 你把红肚兜要过来 我摆个道场 做场法师 把亡灵超度了就行了 不过呢 红肚兜必须毁掉 不能再用 我忙给那个朋友打电话 他忙不迭地答应 因为都在深圳 当天就把红肚兜送过来了 我则转交到师傅的手上 做法师的时候 我倒不在现场 但没过两天 就听我那个朋友说 小宝已经恢复正常了 小宝